各位錶民你們好 發掘一些新進我以前不認識的牌子 就是我最大的興趣之一 今天又有機會見到一款我從未見過的手錶 這幾隻錶都是同一個系列 這牌子是甚麼呢? 就是 MMI 我知道,大家聽起來也不知道是甚麼 MMA也聽過,是綜合格鬥 但我覺得這些錶看起來,大大隻隻,46x46mm的大小 其實真的可以拿去格鬥 我相信你跟其他錶去MMA格鬥一下 我想其他錶都可能有事,也不奇怪 而且它四四方方整個擂台 真的可以叫MMA 那為甚麼叫MMI呢? 因為創辦人把三種最重要的元素放在名字 MMI 第一個就是Modernization 即是現代化 將制標工業現代化 第二個就是Modification 即是改良 將原有的工藝可以再改良 跟現代化都有一脈相成 最後的I字就是Innovation 即是創新 即是現代化、改良、創新 MMI 變成了它的錶名 我覺得MMI其實我又不太懂得讀 不如叫MMA好些 不過這個是創辦人改的名字 我們都不能說甚麼 這隻錶真的很大隻 它的錶圈是120click的圖詞 有陶瓷的insert 以這個架位來說 真的挺不錯的 你看起來很帥 而且它的錶觀都隱藏在四四方方 我也不知道甚麼叫四四方方 這個錶殼裏面 它這個Line叫甚麼呢? 叫Dumbo 最初我聽到這個名字 我真的嚇了一跳 為何一隻這麼勁抽的潛水錶叫Dumbo Dumbo是令我想起迪士尼那隻 有大耳朵的飛象 小飛象 為甚麼小飛象會去一隻潛水錶 後來看回原來Dumbo的意思 未必一定是跟小飛象有關 有少關係 其實Dumbo就是指一隻叫Dumbo Octopus 在深海的八爪魚 這隻八爪魚的樣子很有趣 人們就叫它為Dumbo Octopus 所以就有這個Line的出現 真是很搞笑 剛才我也教了時間給大家看 它有停搖功能 它是用SEICO的機心 它的底部應該也有寫到 這個Dumbo也寫在錶面上 大家都見到 在錄時為止 automatic 500米防水 這隻東西大得來也挺厲害 有500米防水 應該有排氣罰 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因為它的錶管隱藏 就不會像SEICO 很突出 其實它也是錶殼的一部份結構 給大家看看 它寫完 防水500米 NH35 SEICO 機心 SAPPHIRE CRYSTAL 藍寶石水晶錶鏡 它好像還有限量號碼 300 124 一會兒看看是否限量 所以這隻錶 其實價錢當然不太貴 它是新加坡的牌子 而我發現新加坡現在多了很多新進的獨立手錶牌子 即是Micro Brands 很多很多 之前介紹過Zellos Zellos有個富士叫Ventus 然後Bowder 我之前介紹過 現在又看到這個MMI 真是越來越多 新加坡人的創意 真是非凡 戴上7串的手腕 大家看到這隻錶 很帥 也很有份量 看到排氣閥了 就在左邊有個排氣閥 這隻錶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大隻 但因為它的甩位是隱藏了錶殼 所以這隻錶 聽起來的大小好像很大 但戴上手 就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大 剛才給大家看皮帶版 現在就有兩隻 這個鋼帶版 大家也看到 右手邊的做了黑化效果 讓大家看看這隻 是全黑的 我免得撕膠紙 因為這樣可以扣 有Double Pushes 還有保險扣 大家也看到 這錶是500米防箱 沒有做透底 也很合理 又帶了這隻 也不差 很帥 全黑 黑暈 真是很棒 又有另一個味道 這隻 配鋼帶 500米防水排氣閥 真的 拿去油水潛水 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放心放心 剛才那隻皮帶 可能未必拿去潛水 但這隻一定沒有問題 照一下夜光 你看看多厲害 不單是時分針 小時刻 它的標圈 也有很厲害的夜光 大家可以看到 照這隻 很帥 真是非常吸引 想不到 我以前完全不認識這個牌子 但今天看起來 真的很吸引 而且最好就是 錶殼設計真的很特別 所以 你戴上手 別人一定會看到一隻很特別的手錶 不會撈亂其他牌子的手錶 我覺得設計最重要是這樣 大家其實都是做潛水錶 但你要做得有特色 很突出 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且它最好就是價錢 它降帶的版本定價 都是3000多少少 而皮帶還是2900 如果大家看過這條影片 或這個頻道去 就更加多些優惠 說截完之後的價錢 都不夠2500 即2300 這麼便宜 有500米防水 排氣佛 藍寶石水晶錶鏡 SEIKO 日本機芯 還有這麼帥氣 這麼特別的錶殼 真是去哪裡找 我希望大家還未訂閱 都可以麻煩大家訂閱 Like 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推動力 好呀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